文字幕志愿者 李源之祥 稍微讲一下这个 好吧 这次也是 都有我们的安排 在灌顶结束之后 有一个这样一种 主要是拍摄这个视频 但是因为拍摄视频 就这样拍着 也不太感觉不太合适 所以说讲一点 昨天回答一些问题了 今天也是大概讲一点 讲的这个是属于 保安瑞宝造的上市一家的修法 就简单的讲一下 一边念一下 一边就稍微讲一下 怎么样大概主要的 对于祈祷上市 祈祷法文瑞宝 或者说很多道友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这个想法 就是说法文瑞宝呢 就是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法文瑞宝 意思的都是大人上市扔波切 那这样的话 二者之间呢 到底怎么样一种 观修祈祷的一种 合而为一的一种原种的方式 有些时候呢 前言上就说 有一个这个 好像一个坑一样过不去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很好的祈祷 两位无而无别的上市呢 就说是在这个 上市们在其他的一些教研当中 曾经也是讲到过的 所以说一边我们把这个 上市一家这个数字加持的 这个汉译本呢 一方面呢就念一下 一方面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样关修的方式 然后呢附带的话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讲一讲 这样里面一些 一些官药这样的 所以说呢 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上市瑜伽呢 也是仿主于宝 以前在这个蓝山三面的时候 造的 秦法的源起呢 也是当中活佛祈祷 然后能够活佛写的文字 然后是咱们呢 当然上市什么前呢 翻译的 以前呢是有一个译本 这一次呢 也是一个新的译本 这一次呢 也是在这个新的译本上面呢 进行 就是简单的讲解 当然呢 我们自己的话 有的是念 念以前的译本 念习惯呢 有些时候呢 就可能念新译本 不一定习惯 当然了 就念以前的也可以 但换成新的呢 也是可以的 换成新的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点 不那么的这个适应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呢 还是会适应的 就是这样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是一样的 早期上市末期 他们翻译的这个法本 以前的背的 特别熟悉的这个法本 后来呢 上市也重译了 重译之后呢 再去看的时候 再去背的时候 就感觉 不是那么这个舒服 感觉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 想到上市老人家 既然重新译了 那就应该按照 新的译本来进行 这个学也好 讲也好 或者背诵也好 虽然是要花一些功夫 但是觉得呢 还是以新译本为主 所以说呢 这个新的特种级呢 也是很多继续修法呢 有些呢 这调整的比较大 有些调整的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们到底 需不需要自己换这种 新的译本呢 我自己可能是要换的 如果上市新译之后呢 不管我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 习不习惯 适不适应 但是还是要去换成新的译本 因为新的译本呢 可能上市老人家 重新抉择了 那么就是说是定下来之后呢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去 念去修的话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 更加容易获得一种加持吧 这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上市瑜伽 如果有法本的话 大家就把法本打开 如果说能够背诵呢 那就是不看法本也可以 上市瑜伽 瑜伽的话就是一个相应的意思 那么上市瑜伽呢 就和上市相应 和上市相应 和上市相应呢 从它的根本上来讲 我们的本性和上市的本性 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 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 从中观的角度来讲 还有从这个 他空 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我们自己的本性呢 没有两个 没有很多很多的本性 我们的空性和上市的这个本体的空性 是两个空性 我们的如来藏和上市的如来藏 是两个如来藏 这个没有 在究竟的这个本性当中 那么就是说 它的一种自信 都是无二无别的 就是因为在最根本上 是无二无别的 所以说呢 我们才能够在现象当中 在修法的时候 通过祈祷 通过观修 通过供养 通过各种各样的城市 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 在现象当中 通过很多很多的散巧方便 最终获得和上市相应的 这样一种果位 如果本性上不是一体的 如果本性上不是一体的 我们怎么样去修 怎么样去念祈祷文 都没办法真正的成为无二无别 所以说呢 它的一种究竟的高度 就是我们的本性和上市的本性 本来就是一体的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有课程 有各种各样的分别念 导致我们 没有办法和上市相应 得不到上市的加持 或者说没办法上市相应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 上市告诉我们的很多方法 上市告诉我们说 你这样做 你这样去修 你这样去观想 你有这样的见解 如果这样去修的话 会相应的 然后相应的最 相应的最究竟的果位 就是回归到 我们和这个究竟的法界 和上市的无二无别的 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而不是说本来不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修法 硬生生的好像变成一体 这个是不对的 虽然就是说我们修的时候 有些时候可以这样去观想 但是呢 究竟的修法它并不是如是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修 上市瑜伽 真正要和上市相应的话 如果有见解的话 就从这个见解的高度入手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也是 得过灌顶 也是进入到了密城 那么在这个密城当中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果位起修 密城的一个特点 就是从果位起修 什么是从果位起修呢 就它的见解 觉得到我们的本性就是佛 佛果嘛 所以说我们的本性就是佛 在了之我们本来就是佛的基础上 开始修行 那么我们就说 既然我们本性是佛了 为什么还要修呢 我们就从果位起修 不等于我们现在就是佛 不等于我们不需要修 如果有一个从果位起修的话 我们就知道 那么关带从果位起修 那还有一个从因位起修 从因位起修什么意思呢 就显中的特点 就显中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觉得到 我就是佛的高度 但是我可以成佛 我有可以成佛的各种各样一种元素 我有各种元素 就相当于我今天中午有很多食材 有各种食材 但这些食材的都不是菜 都是食材 我拥有了这些食材 那么我就通过烹饪的方式 把这种各种食材 通过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技术 炒好之后呢 就会变成一盘菜 这个菜都吃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饱腹 就可以有营养 所以说呢 就是说你有这个元素 但是这个元素还不是菜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元素 整合起来之后 通过一段时间的加工 它可以变成果 这个就是说有因 把这个因慢慢慢慢成熟之后呢 就会变成果 这个叫做从因位起修 可以成佛 历程呢 就是说它不是说从因位起修 它是从果位起修 它的见解上面的案例就是说 我本来就是佛 我相信我就是佛 为什么我是佛呢 比如说宝性论等这些显宗的这种论点 还有说化化网的光明照论等 这个昵称的这些论点 窍诀当中呢都讲了 本具佛性 不单单是本具佛性 而且和佛和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一种功德 没有任何差别 虽然我们以前流转会很长时间 但是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大无违法的法性 这个佛性从来就没有丢失过 没有丢失过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然后了解这个之后呢 我们为了就是迅速快速地献钱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本性 所以说我们要去做一些修行 但是它的修行是从果位 先了解我是一种佛工 我本来具足这样一种佛工德 但是呢有暂时的课程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课程去掉 我要把这个课程去掉 就像我们学习过的这个 入大成论等等这里面讲到的 就像这个金矿一样 这个金矿呢 它就是说挖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金矿的矿石里面 它本来是具有黄金的 但是呢同时呢 它也有这个 同时呢它也有这个 其他的一种石头 杂质这些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椰链 然后把这些杂质去掉之后呢 就留下这个黄金 这个黄金呢 从它在挖出来之前 挖出来之后 椰链之后 这个黄金的本性从来没有变过的 只需要把它上面的这些课程去掉 所以说我们从果位起修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么从果位起修 它就是一个密成的一种特点了 所以说我们了解 我本来就是 我通过学习大宗观的这个 自控宗观也好 学习踏空宗观也好 学习这个如来 学习光明章的等等 这个密成的观点也好 完完全全的确信 我就具有佛性 就不是具有成佛的元素 而是真正具有和佛陀一样的功德法 而且这个功德法就是一个大无为法 它不是因缘法 确信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了解完之后呢 然后再去做这个修行呢 它的一种自信心 还有它自己的一种自信心 还有它自己的各种经济力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已经通过某种途径 完全知道了我的房子下面 比如说十米深的地方 八米深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个 不管是以前谁买成的宝藏吧 是这样的 就在下面就已经探测到了 就有宝藏 了解完这个之后呢 我开始挖 我是知道下面有宝藏 那是开始挖的 所以说它的一种精进力 和它的一种自信心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远远比你拿这个锄头到处乱跑 那这个山头到底有没有金子挖几下 那个地方也挖几下 这个就是它的信心 它的自信意等等 它都是就说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呢 比如我们对众生生起大悲菩提心 因为每个众生也具有佛性 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刚强难化的 完全调花不了的众生 绝对没有 因为每个众生都和释迦牟尼佛一样 具有佛性 所以说它对众生的悲心 也会非常深刻 对自己能够成佛的这样一种决心 和毅力也会非常非常的圆满 所以说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它肯定要修行 但是它修行的高度不同 它触发点不一样 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我们讲这些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祈祷上师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见解 如果有这种见解作为前提的话 然后我们在祈祷上师加持的时候 不是说我没有功德 然后就请上师赐给我功德 是这样的 如果我知道我本去佛性 我的本性和上师无二无比 我在祈祷的时候 也是说你给我加持 但是给我加持 不是给我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 而是加持我显发出来 我自己的本性显发出来 和上师的这个 我自己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相应 这种相应它是比较究竟的 而且如果有这种见解去祈祷的话 它会非常的快速 它会非常的快速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它只是去做去掉课程的一种方法 去掉这个障碍的方法 不是说把一个没有的佛性 打造成佛性 它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这个之后 我们在修上师瑜伽 和上师相应的话 那就是我们就可以从 比较深层次的地方了解 这个相应的意思 所以它的副标题 就是数次加持 就是非常快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 就说是大人上师 这是法文医宝所造的一个修法 然后传下来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 所以它的价值力很迅速的这样的 那么修行的时候 我们就看它的遗轨 轮延诸法本境决心中 自信不灭 智慧五光界 本体具得文书金刚尊 形象唯一 护主如一宝 阿字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阿字 阿字呢就代表空性的意思 代表空性 那么就是我们要修行任何法 它都要在空性的基础上去观修 如果我们有实质 如果我们有实有的心的话 那么这个就叫做远道 就很远很远 就走了一个很远的道 就是这样的 当然就是说 我们带着实质性去修行 能不能有利益呢 也有利益 但是它不是直接相应 与实相的一种修行 因为本来的实相 它是没有任何的实有的 就不管我们知不知道 不管我们学不学习 修不修行 以前万法的本性就是空性的 所以说这个叫做实相 本来如是 修道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够相应于实相去修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它本身就对接 因和果之间 就中间没有什么障碍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修成 但是我的因和我的果之间 它是直接有相应的 就是说 一些万法的实相是空性的 然后现在我修行的时候 安住空性 我在 我在就说 不管是分配性去修一好 怎么样修一好 我的这个修法 我这个见解是对标这个实相的 这个时候它中间就是很直接 如果说本性是实相是空性 我这个修行的时候 我带了一个实之心 这个因和果之间没有直接相应 没有直接相应 但是它是间接相应 间接相应的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要成佛的话 成佛的话就是说 它有一个最直接的因 还有一个间接的因 有个远因 一个直接的因 有一个间接的因 当然直接的因是很主要的 间接的因也很主要 但是我们要知道核心是什么 核心的话就是说 实相我们要现正实相 所以说我们在见解上面 就应该有和这个实相相应的一种见解 有了这个见解 再去观修 再去祈祷的话 它每一个祈祷的 每一个观修的 包括我们的供佛的时候 在早上在起床的时候 把七杯水摆在这个佛面前 在我们的佛堂里面供佛 如果这个是我有这个见解 因为一切万法就是 本性就是它的实相是空性的 我在供佛的时候 我带着这个见解去供养 那么我的供养 供养的每一杯水 供养的每一滴水 它都和实相直接相应 都对标实相 我们在磕头的时候 我们说三能体空 三能体空的磕头的时候 你磕每一个头都和实相相应 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本性和法文 和上师的本性是无而无别的 那么我在祈祷 每祈祷一句 就和它的实相直接相应 这个就是它的因和它的果之间 是对照的 对应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见解的话 我供养水的时候 这个佛陀是石友德 或者这个就是铜座的佛像 这个是鸡巴座的佛像 这个是一个照片 这个是一个坦坦 这个是一个布座的 它里面没有这些见解 但是它有一个供养的心 它有一个求祈祷的心 这个供养的心 求祈祷的心 它和上师和实相也是相应 但是这个相应是间接的 间接相应 力量就不如 这个直接的力量这么强劲 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 总是相应于实相的 总是相应于大菩提道的 所有的正因 全都是相应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修行 它这个方法面面都是上路的 都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因地面有欠缺的 有不对的 那么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 慢慢慢慢去调整它 去调整它 当然就是说有见解 就这样用见解 没有见解的话也不要紧 就是完完全全相信 上师就是佛陀 上师就是法身的佛陀 如果没办法就了解 上师是法身的话 我们就是说上师就是佛 上师就是说没有任何过患 具备一些功德 我的所有的起行动念 上师都知道都了解 如果带着这样一种清新的心 然后去祈祷的话 仍然可以得到加值的 所以说每一个弟子 他有个每一个弟子 他自己补功的修行方法 至于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可能我们自己 本身我们修行 也可以分好几个阶段 我们可以分好几个阶段 初级阶段呢 就带着狂热的心 反正啥都不懂 啥都不知道 我就是信 反正我就是要去做这些 这也可以 没啥问题 我们就是只有这些嘛 就我们的相续当中 就只有这些 我就把这个所有都拿出来 然后就带着用这些的 静静修行 去学的 学习佛法一段时间之后呢 了解了一部分佛法的一种道理 然后了解多少 我就用多少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在三三学部 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呢 都很笨拙 都没有办法和事项直接相应 但是呢 都很宝贵 这些所有的经验都很宝贵 虽然我们在修行几年之后 再回头看我们入门的时候 我们的 有些师父我们都说 师父给你以前问的问题 好幼稚 好幼稚 其实我们觉得 没有一个问题是幼稚的 没有 完全没有 每个人他都有这个阶段 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也许有些人觉得很幼稚 但是呢 对他而言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是一样的 有些说我们在提问的时候 也不要觉得 在中文人面前我的问题会不会显得很幼稚啊 不要这样想 回答问题的人 这些在座的这些道友们 以后也会给很多人回答问题 不要也不要认为 这个人的问题很幼稚 不要这样认为 也许你学了很长时间 这个问题你早就懂了 他是刚刚学的 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 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回答 不管你这个问题回答了多少次了 你都要认真真地回答 对他来讲很重要 如果你对他做了一个很比较好的回答的话 也许会影响他的修行 就是说对他的以后的修行呢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自己呢 就是说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学习 然后逐渐逐渐我们的见解还是成熟 就是说我们上下来 从婴儿到这个儿童 到少年青年 他也是身体智慧 他又逐渐逐渐成熟的时候 然后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 还不是一样的 也是有刚刚是学的时候 啥都不懂 然后慢慢慢慢地学习 一定佛法知道一些有些见解 有些见解之后 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学习 最后呢 就掌握了一些修行的方法 所以说不管我们自己修行也好 还是帮助别人也好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样的 一是同真 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尽量不要 就说是这个显得不耐烦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 尽量不要避免 避免的话对我们 本身对我们自己来讲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修行 就是我自己的体验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时候也是 也是回答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所以说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回答很多次 因为很多数据的问题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问了之后呢 第二个人又来问相同的问题 对我来讲 我已经回答很多次了 对他来讲 他是第一次提问 我不能以为 我不能以为我回答了五次了 我就开始不耐烦了 你是回答了五次 但是别人是第一次问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他讲的话 就是说还是应该很认真去对待 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 对自己也是一种相信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阿字就是空性 刚刚我们讲 如果我们在念阿字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念阿字的时候 就能够应验 一些万法都是本来都是大空性的 那就和这个修行 和这个上师余教的修法的 总体的核心就直接相应了 要直接相应 因为本来就是空性的 我也是空性的 上师也是空性的 能祈祷的 所祈祷的 能观修的 所观修的 本体上面都是一味的平等的大空性 如果能够在念阿字的时候 能够了解空性 能够安住空性 那么我们在第一步就对了 这个第一步就和上师相应的第一步 那就对了 因为上师他本体就是一系空 那么我在修的时候 我的意念这个空性 那个第一步就是正确的 这样子 然后就是文业诸法 本境决心 这个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呢 这四句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第一句话呢 他是直接就说他表示的是法身 就是法身 本来清净的法身 那么第二句呢 是这个暴身 第三句呢 是化身 那第四句呢 就是我们现在化身显现的 我们自己的 就是大人根本上师 能业诸法本境决心中 那么就是轮回和涅槃的 一切诸法 本来清净的决心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 诸法的法身 叫就一切这个 一切诸身 或者说是 这个一切实相 最了异 最清净的法身 法身当中 就是说我们 这个地方 这四句话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反推回去 反推回去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要观修 要祈祷的上师 我们就知道 这个佛学院是法文医报 创建的 有他的老家的法相 有他的一种 有他的一种教研 包括有这几天的灌顶 就都有 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 一个上师的形象 那么这个 我们就说 这样的上师的形象 它的来源是什么 这个上师的形象 它的来源 就是第三句 第三句 文书金刚尊 文书菩萨 法王的来源 是文书菩萨 是这样的 文书菩萨的来源 是什么 再往上推 自信 灭智慧五光界 智慧五光界 就是暴身 文书菩萨 就化身文书 是从暴身的 文书显现出来的 那么就是说 自信不灭智慧五光界 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诸法 本境的决性 就是法身 就是法身 所以说如果是 力推上去的话 法王最宝是 文书菩萨 发现了 文书菩萨是 暴身的本性 暴身是具有 法身的本性 所以这样我们就说 我们的上师 其实是三身具足的 具备三身 谁具备三身 佛陀才具备三身 是这样的 其他的连十地菩萨 都没办法说 具备三身功德 具备真的具有 法身 报身 化身的 那就是佛陀 那么从这个角度 一讲 我们也知道 防律吧 他就是三身具足的佛陀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 反对回去的话 我们就知道 现在我们要祈祷了法王 现在要祈祷了上师 显现上虽然是具有肉身 好像也走路 然后就做显现上面的时候 晚年眼睛看不清楚 通过录音机的传法 走路的时候 走的也不是那么稳 是有这样的显现 但是这个显现 只是针对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具有 血肉之躯的凡夫人 所以说这些佛陀 他要度发我们 不能够显得离我们太远 离我们太远 没办法度发我们 就这样子 所以说他必须要 事前和我们 差不多的一种身相 然后我们就有一种亲信感 他会觉得 我可以跟着这位上师学习 他有足迹的 他降生的地方在青海 对啊 斑马县 然后他就说是这个 他以前出家的地方 在洛市 休息的地方 在这个石区 江马佛区院 然后在创办学院的地方 是在这儿 然后他的弟子是谁 这些大弟子心子是这样的 他这样看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足迹 有一个轨迹 而轨迹在我们自己 凡夫人的心中 他就有一种思想 可以跟着学 因为他的来源是很可靠的 虽然有些时候 我们很愿意把我们的上师 就是说 想成 一场就根本不是人间烟火 飞来飞去的 然后就说是 怎么样 就根本不用 也不用坐汽车 然后就来经常灌顶件 直接飞过来 或者说是直接从墙外穿过来 有的时候 我们是想是这样想的 尤其是 尤其是在给别人吹嘘的时候 我的上师多厉害 怎么怎么样 就把这些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 这样的话 他虽然就说 也许他上师们 是可以这样显现的 但是有一个弊端 就是如果真的这样 实现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跟他学了 没办法跟他学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心意上面 他就有了差距了 有差距 没办法跟他学 包括佛陀 他要度化众生 他都要实现在人间降生 是这样的 而且他有他的历史 这样的 每一位上师 他都要入灭 入灭之后 重新降生 重新降生之后 他整个一生的诡计 都有迹可虚 有迹可虚 就是后来 就是后面的这些弟子们 后面的弟子们 就是说 他看到以前的上师的传记的时候 他也能够生习一个真实的信心 所以重新有的时候 他就很习惯 有的时候 巴不得自己的上师 就是什么都 就是不是人间烟火了 就是说显现 就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 就觉得还是像一个人 和可能差不多 有的时候 他觉得就是 有些时候还好一点 重新降生之后 也是这个方面 也是提到过 是这样的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视线的 他视线 他不是这个 视线的虚弱之虚 只是针对我们的需要 我们是这个 业章很重的 我们没办法到净土去 我们到不了净土去 如果我们是菩萨 如果我们是出地菩萨 上师根本不用显现 虚弱之虚 上师直接显现报生 是这样的 所以说报生是什么 报生 它是永远不死的 恒常的 恒相续传法 是这样 我们学过大神经济量论 也知道 报生的话 他就是说 有生 但是没有死 他有这个佛 成佛了 他就有 比如说我成佛了 我就会有报生 这个报生 是我以前没有的 我成佛一刹那 我就有报生了 但是成报生之后 他永远不会入灭的 为什么不入灭 因为他的弟子 不需要他入灭 他的弟子都是 一到十地的菩萨 一到十地的菩萨 根本没有这些 我们凡夫人的这些 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 这个都没有很清净 所以说弟子清净 上师也是很清净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佛陀自己呢 佛陀自己他不用关带 就说凡夫众生 也不需要关带 一到十地的 清净的这个弟子的话 他自己就是法生 报生都不用显现 报生都不用显现 报生还是色生 他为什么要显现色生 因为法生 他是无相的 法生无相 他没办法 真正的 这样传递出声音 这些是没有的 所以他必须要 显现出色生 有色生的显现讲法 显现讲法 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这些 就报生那个色受 实际色受的 他是一到十地的 清净的菩萨 凡夫人没有这样的福分 没有这样的智慧 被去遗址报生 所以说他也写成一个化生 化生就是和我们差不多 个也不会高得很离谱 对不对 虽然我们去朝圣 朝印度金刚座 入门的时候 有很高的一个十柱 他们说 这类似佛多的 等身柱以前就那么高 是很高 三四米高 但是有的时候就想 到底有没有这么高 当时的印度 当时的印度人有那么高吗 普遍的身高 假如说普遍的身高 一米六的话 突然佛多显现个四米高的佛多 那这样的话就感觉很突兀嘛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可能是特殊因缘会显现 佛多的大脚院 他可能要踩这个大脚院的时候 他必须要显现那么高 否则你的身高两米 踩那么大脚院也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呢 可能是要踩大脚院 他也显现一个很高的身体 踩个大脚院 有些时候呢 可能和一般的一些地质交流的事 可能会高一些 也会高一点 比如说两米高不会太突兀 是这样的 或者一米九 再如果地质都是一米六 一米七的话 他显现一个一米九两米的身高 那就不会显现得特别的一个突兀 这样的 所以说他也是要相应于我们自己 暴身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我们学过暴身 都是 他不是用米的单位 他是由寻由寻的 挤游寻挤游寻 这样一种单位来计量的 所以说呢 我们根本没有这个福分 我们也看不到暴身 我们也去不了 佛法也不会用 直接用暴身 给用传法 所以他显现化身 这是他的悲心 他不是一个无赖 他是一个悲心 他为了渡好我们 他就是说是这样的 他不是被 他不是困在这个地方 他是故意来调化我们 所以要显现和我们一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佛法的化身之后 我们就知道上师们的 对我们的悲心恩德 就显现和我们一样的 有习惯 还有这些方面来渡好我们 所以说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说 虽然是虚有之躯 但是在内心当中 是具有三生的智慧的 具有三生的智慧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轮业诸法本境决心中是 就一切万法的 本来的一种自信 它本来自信当中 也有这个不灭的智慧武王界 或者说 在这个轮业诸法的 空心当中显现 就是在讲究当中 显现这个 空心当中显现 这个种子是得志 得志 显现成这个莲花 然后又宝剑 宝剑变成黄文书 这里面就是讲的 轮业诸法本境决心中 自行不灭 智慧武王界 然后呢 显现成本体具的文书金刚 显现成黄色的黄文书 然后呢 就黄文书 这个文书 再变成法文瑞宝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法文瑞宝 一方面它的来源 我们生起信心的来源 也有了 它有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一种传统传承 也会有了 所以有些时候呢 为什么有些时候说 有这样一种这个 如来密遗传啊 有这个使命表示传啊 有普特加尔尔传啊 它的特点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佛法 它最早呢 是佛作证悟的 是普贤万物的证物的 普贤万物的证物 它是法身 法身 法身的话 它如果要把这个法 传到人间 利用我们的话 它直接是没办法 给我们传的 我们也没办法 见到法身 所以说呢 它要把这个法传下来 传下来之后呢 首先它自己显现暴身 就像通过 就说佛陀和佛陀传法嘛 就没有卷属 一刹了就传完完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从无相到有相 把显现的五方佛 那就可以说是有相的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相 有相的话 它就有设身 也有可以说法 有说法呢 它首先给这个 慈名表示 传给了一些 证悟的人 或者这些呢 通过表示的方式 就传来 不用讲得很细致 不用讲得很细致 这个上师是什么意思 瑜伽是什么意思 术士家是什么意思 它不需要 它虽然表示一下就可以 有时候手指一下虚空 然后它就 弟子就证悟了 是这样的 所以从各方面讲的时候 它有些表示 因为表示这个时候还 实际上这个时候 还不用讲法 就是文字的讲法 还不需要 普特加勒耳传的时候 就需要文字文字了 是这样的 它就说这样的口耳相传 就需要文字 因为再给我们 反复能表示的话 我们也看不懂 上师指虚空 我们就看虚空 是个啥意思 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上师说 其实不是 你不要看我的手指 要看什么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 要讲法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是就说传承 从这样慢慢慢慢 从普贤旺旺旺旺 传到五方佛 五方佛再传给这些 持民主持 持民主持 再传下来 再传给我们 它是怎么样 传下来的方式 他们是不需要 政治者 他就说怎么样都行 他们其实按住在 自己的经验当中 也不需要 再去学法 但是为了 后面的弟子的话 他们要显现 他去求法 学法 这一切一切 都是为了让我们 生起信心 反复认识分明念 特别的多 哪一个环节 有问题 它都不对 所以说 佛布萨把每个环节 安排得清清楚楚的 你哪个地方 他找不到毛病 都没有破绽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分明念 你稍微那个 他就 这个地方不对 然后就开始 他如果一旦产生了怀疑 他就不学了 不学 但对佛布萨来讲 也没有什么 但是他悲心不允许 他就说 尽量把这些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尽量地让这些弟子 不要就说 产生这些 不必要的 这个邪见 要怀疑 但是有些时候 你再安排得明明白 他还要生邪见 我是说不过你 反正我就不信 这样的话 就是暂时没办法 他会用其他方式 但是他也不会 也不会放弃他的 他还会用其他方式 逐渐逐渐地 去和他结缘 逐渐逐渐地 给他培持三更 逐渐逐渐地 把他引导在佛罗当中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到了 形象是法龙 就如意宝 这些人观想的时候 都是比较明白的 白明美月 班智达装束 就是说这个 法文医保的装束 它是显现的是 这个班智达的形象 这个我们不用介绍了 这个我们现在所修的 这个法文医保的规径 都是戴班智达的帽 然后双手 就是说法应的 这边是这个 有这个宝剑 这边是有惊寒的 是这样一个形象 那么它是这个 白明美月 是这样的 翻面来讲的话 就是个白的 然后是很明显的 然后就是 不是那么暗 就很明显 然后美呢 就是非常庄严 月呢 就显现了一句微笑 就是它是一个寂静象 一个微笑的一像 很慈爱的一样子 看到弟子 然后弟子 看到之后呢 就怎么一产生 对上师 产生信心 班智达装束 说法首应 这是 说法首应 直辞见经痕 这个我是这个 新的这个海剧店 那个什么 总是跑到以前的 那个那个 那个译本上去 所以说就是说 词之这个 见经痕 保经和经痕 这个我们就看这个 看这个堂卡 就看得清楚 双足加弗 放射无边光 就说是双足加弗 然后放射 无量无边的光芒 就是说 它的法身是周边一切的 那么这个光芒 到底放射多远 就看你能够观想多远 对不对 我们只能观想五米 五米再过去之后 就观不了了 就有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说 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 无量无边的众生 到底有多少 有的时候一关 关了十几二十个 然后就关不过去了 也是 有的时候看过 有的时候我们看过的 一种大场面 大集会的话 顶多关个几万人 几十万人的场面 再往无边的关 空还是空 但是这边没有人 而且就是说 没办法关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习惯 要去观想 就是说 无量无边的众生 到底有多大 我们首先观虚空 虚空当中 每一个地方都有众生 慢慢慢慢去扩展 自己的一种观想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接受 因为我们的分泌心 无事以来实质很严重 所以说 有的时候 没看到过 我们就没办法去观想 但是还是要去习惯 那么就是说 这个放射无边光 无边光到底有多 是怎么样 无边 没有边际 没有边际到底有多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观想这个虚空 就是我们 我们往东边观 上下 反正观虚空 虚空在那地方 它光明就周边那个地方 然后光明 在光明的边缘 再观想那边 还有虚空 那么这个光明 再延伸过去 反正就是说 你能够观多远就观 这个也是一种训练 就对我们 对于佛经里面 那个无边无际 无边无际 大概我们能够 按照我们现在的一种 这个智慧 或者说理解 慢慢慢慢地扩展 突破我们的 很多的一种 这个狭隘的一种思想 这个很重要的 实际上 这个也是一种修法 放着无边 这个无边光 不是这种电灯光 也不是那种太阳光 这种是一种物质的光明 物质的光明 它可以 有的时候可以 遣除这个世界的黑暗 但是这个地方的光 是智慧 就智慧 它的大悲心和智慧 其实这个光 也代表它本人 也代表它本人 是这样的 所以说它美术光 就是它自己的本性 就是这个光 它这个光 其实所有的 上师的三生的功德 它的智慧要大悲 在每一束光 每一粒光里面 都是它有完美的功德 都是完整的功德 它只不过用光来表示 所以它用它的法身 是周边一切的 法身周边的地方 暴身就周边 暴身周边的地方 化身就周边 光明就周边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没有不周边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 所以说 我们在观想 上师的时候 或者观想佛不杀的时候 就是说 你不管 你把它关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把佛关在头顶 它就在头顶 如果你把它关在前面虚空当中 它就在前面虚空当中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 它的智慧 本身是周边的 它本身是周边的 本身是周边的 那么你需要它在哪里显现 这个就是一个因缘 就像 就像这个太阳和月亮 它本来在虚空里面 它的光明是周边的 那么我们就问你 你需要你的水里面的月亮 显在哪个地方 那你就把你的水碗 装满清水的水碗 放在这 月影就在这显现 放在房顶上 它就在房顶上显现 放到门口 就在门口显现 你把它顶在脑袋上 就在脑袋上 就在脑袋上显现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周边一切的 它具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说 我们在观想佛不杀的时候 你把它关在右肩 它就在右肩 关在心肩 它就在心肩 关在喉肩 它就在喉肩 头顶就在头顶 你要关在虚空 前方虚空就在前方虚空 你关心它周边一切 整个虚空全都是佛不杀 它就在这 就看你的思想 就是你的念头 定在哪 你的念头 如果一确定 就在这 离我的前面虚空 五米的地方 它就在这显现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水碗 你的念头在这 它就是你的水碗 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水碗 在这个地方 它的预影就在这显现 所以说如果在心肩 它一定在心肩 不能说我这个就是 结界的身体 它进不来了 那不会你结界没用 它是法性是周边的 就是这样 它的法性周边 所以你的身体的每个地方 其实它的法身都是周边的 所以关在心肩 它在心肩 喉肩就在喉肩 没有任何的障碍 什么障碍都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在休息的时候 需要了解的 在祈祷的时候 这个也很重要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把它关在 佛堂上面 它就在佛堂上面 就我们在早上供水的时候 这个不是 我们也不要想 这个就是一个同佛 好像显现上还没开关吧 或者开过关的时间很长 其实如果你把它关在这 它的法神周边 它这个上师的本性 佛的本性 它就在这里 所以你供养的时候 就不要想 我供养的是一个 华的佛 是不是显现上上面 打个折扣 假如说哪天佛都亲自来了 我再去那儿供养的话 可能供养更大一点 是这样的 我们分辨是这样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认知 更高一点的话 就像如果有虚幅地带的认知 或者有那些认知的话 它其实法神本来是作变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信心 就在这儿 我们在早上所供的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法神 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神就在这儿 所以如果我们在供佛的时候 知道这个是智慧神的话 我们的信心会不一样 所得到的相应 因为我们在供的时候 它就已经相应了 才和实相相应 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它就说这样观想的时候 就会非常好 所以它就是放射无边光的意思 明然观想自现进中年 就是说非常的明然 观想得非常清楚 当然就说每个弟子 他自己的一种 就说是不一样 就会观得很清楚 因为有些的丰漫明点不一样 或者有些习性不一样 所以有些就一观就很清楚 看一眼他一观就很清楚 有些怎么观也是模糊的 甚至五观错位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们可以 就是说 陈多士康夫他们讲的话 就把这个标准的这个像 放在前面 盯着看 然后再闭眼观 这样也可以 或者实在不行 实在观不清楚 有些大德就是说 你就观这个是智慧神 那就是真正的上师 就在这 不是我们脑袋里面 创造了一个 它其实就是真正的上师 前面我们讲的 它真正的上师 会不会来呢 会来 只要你提醒他就会来 因为他是不发生作变的 刚刚这个问题已经讲到了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 就是已经完全确信的话 我们 那哪里请不来的呢 是不是 是不是连事只是初始在来 平时我就请他来不来 或者说 我提到连事的时候 他从同在纪念上 收到消息还要过来 中间会不会 还有这个时间差 这没有 这个是从某个世俗的险形来讲 是有这样的 但是他的法身就在这 所以你想到马上 当下就在这险形 是这样的 所以肯定是绝对会相应的 所以有这个见解的话 我们就会确认 随时祈祷 随时会陷阱 只不过我们看得到 看不到 这个是这个有差别 但是呢 如果他发生周边的缘故 那一定 他大悲心也不允许他 说我是听事听到了 我现在不想去 或者什么人们讲 这个是绝对没有的 任何都没有 智慧周边的人 智慧完全究竟的人 大悲心也是周边的 大悲心周边的 他的能力也是周边的 自卑力三者是同时圆满的 同时圆满的 所以说是这样的 因为说呢 我们就说是这个 明然观想 就是这样观得非常清楚 或者能够观到清楚 也可以 观不清楚 实在观不清楚 就观想到 真是已经来了 就像一个请客一样 真热的上市已经来了 就请观想到 我们前面的虚空当中 或者观在头顶 观在虚空 前面虚空当中 都是可以的 就看有些时候 我们习惯 可能是和自己一个面相 有的时候可能习惯 面对面 但不管怎么样呢 有些仪惠有要求 有些没有明显的要求的话 就看我们自己哪方面 去习惯就这样的观想 就是说自现地面 就我们这方面来讲的话 也是一种自现 也是一种自然显现的 因为就是说 它不管怎么样的话 也是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自现 也可以这样理解 或者就是说 净庄严的意思 净庄严的意思 就是说 一方面来就是 我们所观的这个上师 他也是非常清净庄严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想 如果我们在修到这个方位 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它也是清净庄严的 这个事也是 关一下我自己的佛性 虽然现在没有要求 我们自己 把自己观成清净的 可能还是个庸俗的身体 但是呢 我的本性是和上师一样的 我这个时候再意念一下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自现 净庄严 除了对境以外 还可以延伸 就是说我自己也可以 其他专生也可以 这样的话 就净庄严 这个也可以 从这个方面来观想 这个就是把 我们要祈祷的对象 对境的就观想清楚了 是这样的 然后观想清楚之后 就祈祷 前面就是前行 然后前行呢 这个是阵行 阵行的话 就是上师瑜伽的阵行呢 就看这个内容是什么 如果这个上师瑜伽的 这个 这个他的修法 上师瑜伽的修法 比如说是 看弦体头道 看弦体头道里面 上师瑜伽呢 是廉师的形象 廉师的形象 他的阵性是什么 他的阵性是廉师心咒 他的阵性是廉师心咒 所以他就需要 很长时间去持咒 去持咒 所以说有些地方说 这个新咒 念一千万遍嘛 在大学们前行里面说 廉师心咒 上师瑜伽这个新咒 念一千万 所以说他是需要 就说我们需要 长时间的念 念廉师心咒 和上师相应 这样 但是咱们这个修法里面呢 没有以法王的新咒 作为他的阵型 这个修法里面 是以法王的七道文 作为阵型 所以说我们在修 上师瑜伽的阵型的时候 祈祷文就应该多念 把它作为 最核心的这种能力 所以说呢 这个里面就看了 自大圣经五台山 文书加持荣诸心 祈祷尽美彭措 尊遗传加持得正恩 那么就是说是 自大圣经五台山 就从大圣经五台山 就法王的一宝 写象那边去五台山 朝生的时候 限量见到的文书屠杀 其实我们说 限量见到 是不是就是 我就好像去见一个人一样 就看到了 见到了 好像是 他是见了一世 有的时候 不单单是看到了 见了一世 有的时候 就是说 从他就说 很究竟的角度来讲 就是限量见 或者说 就说是 见到自己的本性 或者怎么怎么样 都可以这样理解的 所以说 见文书菩萨 有的时候说 我们说见本尊 或见什么 见的话 不一定是看见的意思 看见了 就走了 好像又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他不是这样的 见了之后 相当于有时 就是一种证悟 见了之后就融入 有些事后 在有些 就是一些历史 就是佛教史 就是说 多罗塔顿的 写的印度佛教史里面 早期段历程行者 修本尊的时候 一修 一去祈祷 念本尊的时候 他就 本尊就会现前 本尊就会问 你需要什么 西地 他说 我就需要你融入 那本尊就会融入他 然后就得到 本尊的无而无比 这段就是一种 见本尊 见本尊 其实最后就会融入 和本尊 成而无而无比 就得到了本尊的成就 他自己开始显示 这个成就的像 随时就说 是这个限量见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讲到的话 就是说 文术加持 融入心 文术佛萨拉加持 完全融入了 法文语宝的心间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成为 无而无比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 法文和文术佛萨拉 是无而无比的 和前面的这种 前行里面 也是讲过的 祈祷境内 彭祖尊 然后 遗传加持 多证物 那么 祈祷 他的遗传加持 我能够获得 我能够证物和仿物 无而无比的果位 这就是一种 相应的修法 什么相应的 就通过念 祈祷的方式 就是这个地方 就应该有一种 非常亲近的 很强烈的信心 来祈祷 祈祷 所以说 祈祷的方式是什么呢 祈祷的方式 就是有些大德讲 就好像我 就是一个人 遇到了很大的危险 遇到了生命危险的时候 那种喊救命的那种 心态和那种声音 就是说救命救命 就是不是说 在演戏那种 喊救命 而是真正的 发着内心的一种 就是非常非常 这个危险的时候 然后他发着内心的一种 呼唤救命的一种心态 如果这种心态 去祈祷的话 就比较容易相应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 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 就是很迫切的一种方式 来祈祷这个上师加持 因为就是 我流转的轮回当中 然后你是我的救护主 你是我的医护 我的每一声祈祷 我每一个念头 你都是知道的 所以说 我现在就很迫切的 就是你祈祷 加持我 融入我的相续 遣住我的障碍 遣住我的烦恼 然后现前我的这个智慧 暂时的功德 和究竟的功德 都是通过您的加持 来现前 就是通过这样一遍一遍的祈祷 还有一些大德们讲的时候 祈祷的时候 第一个 自己要用信心 完全相信 确信 上师有加持我的能力 对 这个很重要 当然 有些时候我们都会 这个方面是有的 有些人 就大多数人都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说我一定要确信 他就说能够加持我 能够帮助我的能力 这个是信心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的确需要你的帮助 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的加持 所以第一个呢 我确信他有能力 第二个呢 我的确需要你帮助 如果我确信他有能力 但是我不想到你的帮助 那这个因缘不齐全 这个因缘不齐全的话 这个加持这个事情 没办法发生 没办法发生 我们就是说既然 既然这个我们祈祷的上师 他是佛陀 他的大悲心这么强烈 我如果不祈祷 不是这样可以 就说是帮助我们 如果我不祈祷 不帮助我 那他不就是一个 世界的人一样吗 就是一个很势力的想法 我请你帮助 你就帮助 我请你就不来 会不会这样呢 其实也不是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缘起 动画众生 永远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动画众生 永远都不是一方面的事情 动画众生是两方面的事情 两方面都应远的起旋 动画众生的事情 这个事情才会发生 如果一个应远不起旋 那就不行 如果对方的应远不起旋 不行 就是我虽然对你很有信心 但对方你在拼命起搭的时候 他根本都不知道 你这个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你是很迫切的 一边流泪 一边擦鼻涕上 特别强烈的祈祷 帮助 但是他听不到 他不知道 他如果没有能力 他都听不到 但是他就是说 如果他听到的 不管你也不行 所以说 这两面就是说 动画众生 他一定是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 他要能力 第二个 我需要你得到你的帮助 就是我的这种 需要你得到你的帮助 这个是一种信心 也是一种姻缘 一种姻缘 这个姻缘可以触发 这个得加持的 被动画的这个姻缘的成熟 这个事情的成熟 是两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 所以说 佛陀虽有大悲心 光世纪菩萨那悲心 是圆满的 但是如果是弟子 其他的众生 他如果内心当中的姻缘 不齐全的话 所谓的度画的事情 发生不了 没办法发生 所以说 就说 需要有缘 需要有姻缘 可别度画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会想 有姻缘呢 他以前没做过我的父母吗 对不对 我们在修复第一阵的时候 他做过我的父母吗 他现在做过我的父母 那肯定有缘的 有缘 这个缘不够 这个缘不够 还远远达不到 被度画的这个缘 被度画的那个缘 进入佛门 修解脱道 成就的这个缘 这个缘需要非常的深厚 很深厚的缘才行 单单是做过父母 是有缘 这个缘会成熟在轮回当中 但是他不会成为 是解脱道 因为他缘还不够 所以我们不能说 有缘就一定会度画 这个不一定 他虽然 但他度画你呢 他也是间接的方式 他如果直接在你面前 跟你讲法 你是听不进去的 是讲根本不听 他每次唱根本不成熟的话 他根本不听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说明他缘不够 有没有缘呢 有缘 见到了上师了 对不对 有些游客以前 看到上师的讲法 有没有缘 有 听进去没有 没有听进去 是这样的 不信 反正就是你怎么说 我也不相信 那就是说 有缘是有缘 但是他缘不够 这个就是典型的缘不够 典型缘不够的话 虽然有缘 但是不能被度画 所以说我们自己 能够在上师跟前 听法 能够被上师度画 这个缘是很深厚的 珍惜他 不要把它浪费了 就是说缘够了 但是你自己 如果浪费掉了 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 我们缘够了 那还要珍惜他 还要让他巩固 巩固 一叫步行 不断的文师修行 然后就了解 这个修行的内涵等等 把它巩固下来 巩固完之后 他就缘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那我们根基就越来越利 越来越利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性情越来越好 福报越来好 在其道上师的时候 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方面 就会发生很多 通过祈祷产生的一些 学兽啊 圣诺物啊 或者说功德 慢慢慢慢都会产生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去祈祷 这个念书呢 就是说随便念书 随便念书的话 如果时间短呢 比如说上师人物 其实在讲课的时候 时间短就念三遍 但是很多道友 就理解只念三遍 只念三遍 然后只念三遍 老老实实地念三遍 然后就开始融入 就开始修后行 而就开始在后面打坐 一直做不下去 咋办呢 那其实上师是时间有限 只念三遍 我们离研生 就是他念三遍 我们是时间只能念三遍 但其实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正行 正行 正行的话 是以为反复念 就是说以前呢 就是说很多道友交流的时候 我也是讲不过 假如说我们修 假如说我们修 修上师瑜伽 修半个小时的话 中间这个祈祷文 至少要念二十八分钟 半个小时修上师瑜伽 就前面这个很容易嘛 对前面这个前行 可能几秒钟 四秒钟念完了 然后中间这个四句话呢 它应该是 重点在这儿 重点在这儿 也不要念念过就算了 一边念一边祈祷 就是一念上师的悲心 一念上师的智慧 一念上师的加持力 一念就是说 是我需要你的帮助 一念很多 反正都和自己 都加持有关的这一方面 多一念 一边一念一边祈祷 就像刚刚讲的一样 这个内心很迫切的 很迫切地想得到加持 一直念一直念 一直念 念的就是说念的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 比如说二十八分到了 马上要回想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要修后醒 这样 那么就修后醒了 这个时候呢 就说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些道友说 我对上师人 但上师人就很有感觉 但其他法王的时候呢 就感觉没有感觉 那怎么能不能换一下 就把这个样子 关成上师的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 其他文呢 换成上师的其他文 这个理论上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没有这个规矩的话 我们就不能自己去想 如果上师说 这个地方可以 可以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有根据 我们就可以去做 没有根据呢 我们就不要去创造 创造习惯的很危险 这个地方我去创造一下 改一改 那个仪轨改一改 来个地方搞一搞 那这个写仪轨干什么了 对不对 那就把船船创下来干什么了 每个人发明一套不就得了吗 给你一个总的原则 你随便改 那就肯定得不到价值 就金刚剧就没有了 所以说就是说 原则性来讲 如果没 原文就是原文 我们刚才原文来修 假如说有上师们就可靠到上师 他说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 这个地方可以修改 那我们可以 有根据那就可以 那是金刚剧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修上师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要修上师的话 也是一样的 关键这个地方就是要落到一个重点 就是无二无别 无二无别 就大胆上师和法文一宝 就是无二无别的 什么叫无二无别 没有两个 没有两个 你换其他五人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换个脸干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换成两个呢 现在是无二无别 你为什么换呢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你确信无二无别 念这个不就是念上师一样的吗 对不对 就是修上师嘛 就没什么差别 就是说对大胆上有信心 我就念这个一样的 或者我也不用换神 反正就是说 这个时候如果就觉得做不到 做不到 那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训练的内容 就对无二 就是说无二无别 这个方面就多训练 对我们有帮助 即便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不是那么粗俗 但是它这个方向是对的 就是说上师和上师之间 都是一体的嘛 我们说都没有说不一样的 上师和上师是法身一味 所以既然是无二无别 既然是一味的 其实在这个地方讲的是 我们在念自大圣经舞台上的时候 然后就是在祈祷上师 这个没什么差别 都是一样的 如果就是说还是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那么纯属 那你可以想法轮一宝 其实就是上师无二无别 就是说上师和法轮是一样的 无二无别的 当时你在念这个自大圣经舞台上 祈祷精美彭教主的时候 你想这个其实就是大人上师的无二无别 就是说是显现上样子不一样 但其实本性是一样的 我祈祷这个就是在祈祷上师 念这个祈祷文就在祈祷上师 这个方面其实是一样 而且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抓住的核心的最关要的 要修佛和佛 所有的佛菩萨是一体的 佛和佛一体的 菩萨和菩萨一体的 这个也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种必要性 所以经常信 这个也是一个训练 虽然就是有些是我们修法呢 不一定马上要修出什么 它才是感觉是怎么样应该做的 比如说训练的过程也很重要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样去训练的 其实也在不断地打破我们的很多的执着 凡夫人的分辨念执着特别多 所以说很多修法设计出来 就是打破我们的分辨念 有的时候这些密成的这种仪轨 很复杂 非常复杂 为什么这复杂呢 它就是为了打破我们很多的 庸俗的执着 凡夫人的分辨念 一个一个去调伏 一个去调伏 眼睛怎么观想 鼻子怎么观想 或者摄运是什么 摄运是什么 哪个人佛 它是佛母怎么对应的 然后就是它的一种 十二处对应什么 十八界对应什么 为什么这些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庸俗的身体 这个就是叫现象 就是世俗 它的本性是清净的 那么到底怎么样清净的呢 它就落实到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 然后新所 然后每一个都是对应一个佛菩萨 每一个对应一个佛菩萨 就是说明每一个都是清净的 它本性都是清净的 在想完之后 慢慢慢慢逐渐逐渐 我们对这个身体庸俗的执着 就越来越少 它就和实相相应的话 就越来越明显 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它是复杂 不是说它故意设计这么复杂 而是我们凡夫人的分辨性很多 所以为了禁止我们的 非明显的缘故 它有的是要设计复杂 还有一个设计复杂的原因 就是说 如果设计很简单的话 它很容易走成 那是这样的 设计复杂 它都要专注在这个上面去 专注在这方面去 它的思想都在这上面 都在和佛菩萨相应当中 这个时候对它的修行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 就是经常就多念这个其他文 然后和上师的 这个智慧相应 大悲相应 和本性相应 逐渐逐渐这样去念 每念一句 就相应一次 每念一句就相应一次 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 逐渐逐渐 我们修很长时间之后 那我们相续 就说是 比如说对业因果的一种 正见 还有出力心 大悲心 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 就会生起来 然后最后就会生起这个证悟 和上师无而无别的证悟 然后就可以生 这个时候去祈祷 就祈祷 一定要得到这个加持 一定要得到证悟 一定要得到证悟 一定要成为无别 反复想反复想 祈祷很多次 好 后面就可以来重点 融入了 后面才是融入 就是说你前面修了很多 前面祈祷很多次 融入的时候就很自然 如果前面祈祷的少 如果前面念新作念的少 就新作它其实就是本性 不不差 它自己的这个 它自己的智慧 就是通过新作的方式显示 所以念了新作很多 它其实相应 这位本尊 这位上师的一种本性 相应去阅读 所以这个地方 祈祷文也是一样的 念了很多次祈祷文 但是这个要认真念 你在这个前面念 认真念是为了后面 做准备的 你为了后面 这个融入做准备的 如果你在念 祈祷文的时候 都很水 那融入什么呢 对不对 没办法就是融入了 融入了啥都没有 但是你前面祈祷的 很强烈 很有感觉 融入的时候就有感觉 如果前面就是 就是这样念了少 或者念了很 不专心的话 它融入的时候 就不会得到很大的收获 所以说最后就是后行 后行就是说 末观 末观就是后行的 最后观想 诗成五光之明点 由字头顶融入于心间 获得诸佛智慧之种籍 上师同等缘分之加持 然后后面就观想上师 变成五光明点 冠底的时候图片上也有 那种五光明点 就这样的 然后从自己的头顶 然后经过自己的头顶 融入到自己的心 有些人在那儿下不去了 总是挡住了 这个就是十字心注 十字心太重了 这样子 十字心太重 他就觉得是下不去 其实他讲的话 就是说是这个 有些时候呢 就为了让我们下去 他就设计一个空管子 有些设法里面 有一个空管子 就为了让我们顺利的进去 就是有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 把我们关心到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个石油的身体 刚刚前面我们在念阿的时候 在念阿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是观空性 空性他就把这些实质要放松 放松之后就融入 就很容易 就是这样的 就像水滴入海一样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下雨一样 一下雨的话 这个雨一下到水面上 它就融入了 那就融入 就变成外物语言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个比喻 一个比喻是这样的 或者有些时候呢 就可以有一些这个动画 有些动画 动画就把这个融入的过程 反复模拟 只要是有动画参照 他就融入的时候 就标准融入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从头顶融入到自己的心间 比如说心间之后呢 然后就这个事 就得到这个上师的加持 获得诸佛智慧的总集 这个上师是诸佛智慧的总集 这个第三队第四句也连在一起 就获得诸佛智慧 是总集上师同等缘分之加持 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是一切 上师是诸佛智慧的总集 现在呢就是说 上师他变成这个五光明点 五光明点就是 他所有的一种证悟自卑利益 所有的功德就变现成明点的一种形象 因为要融入的话 众生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他无形融入呢 他就是感觉总是少点什么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来 就是一个五光明点 这个明点呢 就是他就是代表 把所有的智慧 三生的智慧收拾在明点当中 然后和我们融入 是这样的 所以他有一个所缘 有个所观有个所缘呢 众生修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一个所一 心里就踏实这样的 如果说什么都没有 无形无相的话 他就感觉就好像没办法 去做意一样 所以说就是五光明点 融入到心中 心中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就说 上师的智慧融入到我心中之后 插了之间 就像点睛记一样 就像点睛记一样 就这个也是一个不了于的比喻 不了于的比喻 就是说一个点睛记一样 就把所有的 把我们所有的一种分明念 全部变成了上师的一种智慧 我上师的智慧融入起来之后呢 插了之间 我们的一种反复分明念 全部没有了 怎么样呢 变成上师的本性 上师智慧 这个才叫相应嘛 对不对 相应 和上师相应 上师相应就和上师的本性相应 上师是实相 上师是如来这样的体现 所以融入之后呢 上师的智慧融入之后呢 那我所有的反分的分明念 没有了 因为这个时候是上师的智慧融入了 就安住在这个当中 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有一种 如果前面期到的很好的话 这个时候会得到一种加持 就会得到一种感觉 尤其大的在讲上师瑜伽的时候呢 就要安住在这个感觉当中 就是融入之后 你上师给你的加持 你受到什么加持 比如得到一个离析的一种状态 你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 能够安住多久 就安住多久 安住不了 产生想法了 就起坐了 是这样子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就是说 融入进来之后呢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这个是我去想 我去思想 这个是要安住在和上师的无二不二 这个也可以 两种都可以 两种都可以 一种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你融入进去之后 啥都没有 那你也要起坐 有就安住 没有就起坐 反之只要有分辨念 反而不分辨念 产生了就起坐了 但是另外一种呢 上师教给我们 上师告诉我们的一种就是 融入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想法 信心去想 我和上师无二无二 这个是我和上师完全融为一体 这个也是一种训练 虽然可能不是标准的 但是这个是一种训练方法 也是可以的 或者有些时候说 什么也不想 就这样 坐一会儿也可以 这样的 所以就获得上师同等缘分的加持 因为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 无二未必 就是缘分也是同等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说也获得上师同等缘分的加持 这个时候就是 可以起坐了 入定于 离异法神中 就是说这是 就是入定于这个 离异法神中 就这样 跟他们讲的 其实是应该安住在离异法神 离异法神是什么 离异法神就是上师的本性 上师的本性 上师融入之后 我的分别念 得到了上师的加持 就是升起了这个离异法神的 当然如果说修得好的 就是满分的加持 然后修的就是说 有些时候修得不太好 就由于那么一丝丝感觉也可以 反正就是相应 就是逐渐逐渐相应 如果你的因缘质量足够了 你一差之间就证悟和上师 无二分别的果位 那么如果就是说 因缘不够 那么就是说 他可能得到一分的加持 或者一少分的加持 那就是这个也是属于 离异法神的分支 或者他的一个因缘 或者相顺的一种状态 所以应该入定于这个状态当中 或者如果没有离异法神 怎么办呢 前面讲 就什么都不想 坐一会儿也可以 或者说这个地方讲的话 就是说 就可以思考离异法神的意思 所以说很多道友 他就把这个地方作为 修得最长的 他就入定于离异法 这个好像是 很长时间在修这个 其实这个不是 这个是起座之前要修的 正行在前面 他把最后这个作为正行 那就不对 然后就从中起进时 一切现有 所有的显现和友情世界 其实界都官为上师的分体 全都是从那边 因为法神周边明切 而且尤其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个时候 可以官为上师无无别的 因为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看成什么 你外面的东西 你看成个话筒 看成个柱子 如果它是木头的 它是庸俗的 就说明我们的分辨心里面 带着这个东西 是庸俗的习气 所以我看着它是庸俗的 我看着又不清静 我看着倒有不清静 我看着倒有清静 都是你的心里面 带着习气组织 所以你才会看到山下大地 才会看到很多肮脏的东西 如果你的心变了 怎么变呢 因为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心 不是你的心的 这个是你的心 是上师的离异法心 因为已经相应了 相应之后 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庸俗分别心 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取而代之的 或者说现前的是 你的本性的 和上师无而无别的智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的心里面 没有这个庸俗的习气 没有庸俗的习气 所以你看什么都是 上师的本体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心是上师的心 你的心是上师的智慧 你的心是上师的心 上师的心是什么 上师的心是究竟的 大别智慧 理解西论的一种 个别智论的事 所以现在你的心 已经是上师的智慧了 所以说 你就可以看 一切的现有 都观为上师的本体 那不就很自然吗 对不对 这就很自然 尽管你的心变成上师的心了 所以说看一切都是上师 都是上师的本性 都是上师的体现 但是如果你的心 还是反复心 这个柱子是上师 这个也是上师 好像有的时候 它就比较别扭 见解不到 它就别扭 别扭的话 有的时候是怎么观 有的时候问 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观 怎么样把这些 观成上师的本体 其实前面这个是重点 就是说入定于利益 发生这个 上师融入我相续 我的心变成了上师的智慧 所以我才能看一切 都是上师的本体 因为都是自现 都是自现 都是自现 全都是上师的本体 这个时候 你安住在实相当中 或者安住在 最近本体当中 你在看的时候 那就是都是亲近的实相 都是亲近的本体 所以这个时候 在观的时候 就比较自然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需要了解的 然后这个结束之后 平日行 就说是这个平日行 住坐卧如是行持 他就说坐上和坐下 它还有一个连接 坐上坐下 它有一个连贯性 这个很重要 坐上坐下连贯性很重要 如果就是说坐上坐下 就是说他一种这个 断的比较明显的话 就是说坐上你的观 上师本性 你坐下马上就融入分明念 这个时候你的打坐的时候 即便在就打坐 在坐上有一点点感觉 就通过你的自己的 一种不善巧 没有保护好这样 这个状态 很快就没有了 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 庸俗分明念 取而代之的 就是你辛辛苦苦在坐上 就关这个本来亲近也好 或者关大为谱的心也好 或者关上师的本性也好 修了这有一点感觉 下坐之后呢 要刻意地去保护它 所以说这里面才需要说 首先关一些上师的本性 然后在行驻坐当中 都这样去想 都是上师的本性 看到这些道友 也是上师的本性 看到这些都是上师的本性 能够这样想多久 就想多久 当然因为是凡夫人 他总会有其他的思想打断 如果能够延续五分钟 也是对的 也是好的 就应该有一个概念 应该有这个观念 我要保护好 我要保护好我坐上的修行 不要马上就被其他的庸属 世间庸属的事情打断 应该有一种要保护他的一种 刻意保护他的一种观念 这个很重要 就像我们冬天的时候 在哪里冬天很冷 不然很冷 就是你把房子 就烧得热热的 对不对 暖像起来了 不管你是电暖器也好 或者说有听也好 干涂也好 暖气起来了 暖气了 门打开窗户打开 不要多久的热气去跑关 是这样的 就是个没保护好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把房间烧热之后 门关好 窗户关好 保护它 即便这个时候停电了 这个时候火炉子熄了 它保持的热度 还会有一点时间 半小时 一个小时没问题 这个就是 你刻意保护和 不刻意保护的差别 这个比喻就很明显 所以说我们坐上打坐 不管修上升瑜伽 还是修菩提心 还是修出力心 都是一样的 坐上和坐下 这是要保护好 是这样的 甚至于 以前我以前讲过 甚至于 敦珠任不切 第二次敦珠法王 他讲过 他真正的休息 是从坐垫上站起来开始的 真正的休息 从坐垫上站起来 你的真正的休息 就开始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坐上 都是为下坐 做准备的 你在上坐 准备得越好 下坐的时候 就行持 他这种 行坐坐垫的时候 才能够安住在 这样一种法约当中 所以说如果你坐上 修不好 你坐下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说得很清楚 真正的休息 是从下坐开始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如果这样一讲的时候 我们至少会知道 下坐的 保护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时候 也是一样的 不但那是这儿 还有其他的 出力心的修法也好 出力心的修法也好 包括你修身体之地的静观 静观也好 他其实也是在下坐的时候 要刻意去延续 他这个状态 包括他看的书也和 你看的书 比如说 比如说这段时间 假如说 这段时间你专修 专门在修上司瑜伽 你在下坐看的书 也需要和这个上司瑜伽的书 和这个修法相应的法 比如说讲上司的传记 讲上司的功德 诸如此类的 如果你修的是出力心 下坐之后 都要看这方面的书 你说的菩提心 要看佛的传记 要看佛的六度 要看这些和菩提心有关的这些 所以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延续它 延续它 延续它之后呢 它闪得差不多 假如说是按照一种标准的闭观 一天四座 一天六座的修行的话 他坐肩的时间 他如果这样保护的话 当他的这个角色 他这个感觉 要消失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第二座也开始了 他就连上了 连上了 他就这样的话 他就越修越好 最后就坐上坐下之间 都是很连贯 都是很连贯 所以他的功德 政务 他就生得比较明显 所以这些也是 修行过程当中 有些是需要的 然后这个就是 史文第十七圣生 牧竹年六月二十五日 与虚空彩云 云绕近处 就是南台 现在咱们的南台 有一个法王 主义宝的闭关法 现在应该还有 许玉宇之在 丹伦江处 和佛劝请 就是给我们灌顶的 这个丹伦和佛 他劝请的 为例 我等徒众 请造一上司余驾 也对我们恩得很大 就是佛佛如果不这样 没观察到这个必要性 没有劝请的话 就如果不劝请的话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出现这样一种修法 即刻阿瓦罗族中 哪无情显现 绝空文书自身 也从自己的静观 静现当中 自然浮现出来的 由具足智慧 境界 成就自在者 罗多江处和佛 他写成的文字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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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